闲来无事 扯扯泰国的免费医疗 泰国只要是公民 就是一定是免费医疗的 就是说你看病是不用钱的 好像要花个三十泰铢吧 据说好像现在也取消了 连这三十泰铢也不要了 免费医疗呢 很多朋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也曾经跟别人讨论过 所有国家只要是公立医院 都是人多 条件比较差一点 排队也很长 但是大家的意见呢 就是说我们也不会去 到那个公立医院去看病 生了病都是去私立医院 言下之于好像全民的免费医疗 好像也不是什么 很耀眼的一颗星星 我是这样想的 我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生病权 你有钱了 你生病到私立医院去看 那是你的事 你有没有考虑到 全世界有这么多穷人 他的生病去哪里看 他没有钱 那怎么办 那么就是说他只有去公立医院去参加这个免费医疗 那么最起码哪怕条件差一点 他也不可能剥夺他的生命权 所以说全民免费医疗对于穷人的生命权是非常尊敬的 这点我是非常赞赏的 话说我在泰国的公立医院我也去过去看过 我不是去看病陪朋友去玩啊 干什么事我忘了 人多 但是环境不错啊 我觉得真的也不错啊 你想想看在泰国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厕所他都会冲的那么干净 你再想想看医院的不会太差了 我觉得这种生活是很幸福的 最起码对穷人来说很幸福 穷人和富人其实在法律上面 人人平等嘛 都是一样的 至于高一个等级低一个等级 那是怎么说那是人们心中造出来的 其实在法律上面 在所有的层面上面 一个乞丐和李嘉诚和马云和比尔盖茨 他们的人格就是平等的 一个药饭 一个农民和一个国家的总统 他的人全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全民医疗真的是对穷人是比较好的 当然富人可能也不会用吧 这也不错 我的一个泰国朋友 他的另外一个朋友 年龄很大了 有六十多岁 以前经常痛骂泰国政府 大概是去年吧 还是前年 忽然得了个癌症 然后他就用这个身份证去医院看病 做医院啊 做手术啊什么 竟然把他这个癌症治好了 据说他从此以后再也不骂政府了 人家这么回事啊 连香港也是免费医疗 香港的免费医疗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历史的 在很久以前在香港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游客 进到香港的看病都是免费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游客 你不是香港身份证不能免费的 就是你要花钱到公立医院啊 私立医院去看 不管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很贵 那么你要如果要有香港身份证的话 那你还要花钱 还要花钱 他不是免费的 但是这花的钱对于香港这种收入来说 是可以说忽略不计了 比如说挂个号 普通门诊是五十块 那五十块港币啊 不是太多啊 那么你就看病 看病以后呢 你拿药 它是按份算 就比如说我给你一份药 这个药 比如说医生帮你开三个月的 你也是花个大概五十块吧 去拿这个药 如果医生帮你开十例药 可以吃两天就吃完了 你还是要花五十块 它是按份算的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感冒 给你开的药 它也可能是五十块嘛 对不对 如果你是癌症 他帮你开了很贵的药 价值几万块 你还是花五十块 它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住院的话 比如说你有香港身份证 你到医院去住院 一天好像是一百块吧 一天一百块 这个一百块就含有一日三餐 三餐啊 你点餐 然后你想想在香港吃一顿饭 外面吃最普通的盒饭 也要五十块了 对不对 然后包含餐费 包含住院费 包含医生费 收入费 什么都在累 就是一天一百块 香港的这种受费制度的话 基本上来说 也是保障穷人的 而且香港还有一个 可以减免的 就连这些钱都可以免 因为香港是一个比较制度化的 一个地方 你比如说打个比方 香港有一种东西叫综合援助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我大概解释一下吧 就是说你的家庭年收入 或者个人年收入 你一个人一个家 或者你五个人一个家 你的年收入低于他们一个标准 政府就会每个月 给你们多少钱 这叫综合援助 综合援助 那么你有了综合援助以后 你很多东西都可以见面了 甚至于你看病的这个五十块了 还有比如你的孩子上学 在香港上学是免费的 是九年一用教育吧 幼儿园开始是不要钱的 是政府补贴的 就等于不要钱了 那么学费都是免的书本费 你要花钱啊 对不对 你香港的书本费很贵啊 一个小朋友像我儿子 一个学期大概有好几千港币 那如果你要有综合援助的话 你就直接跟学校说 我有综合援助 那学校就马上给你免了 然后你没有综合援助的 你也可以填一张表 说你家庭什么情况 然后他也会给你免 在香港不存在 好像你写个什么东西 他就怀疑你去查你 把你家里都翻出来 在香港很注重整个人的讲话 就是说 以我们中国人的 比如上法院那个叫口供 中国的口供是没有什么用的 但是在香港口供非常重要 你口供就是代表你一个人的人品 他们相信你的 就是说采取的是 我相信你说的所有一切 但是日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那你就不要再混了 就是你以后就 你是人生的一个污点 你说假话了 大概就这种情况 那香港的免费医疗 不能算免费了 就是香港的医疗 和泰国的医疗 它也有共同之处 就是保障人的一个 穷人的一个最低限度吧 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你比如说在香港 如果你是穷人 有综合援助 或者你家庭条件不好 你也可以去学校填张表 你也可以有那些 比如说交通费 小孩子上学的交通费 甚至于申请一个电脑 还有上网费 它都可以给你补贴的 就是说 它根据你的家庭收入来算 就是可以有的是全补 有的是部分补 连电脑都可以要 虽然说 穷可以免费得到很多东西 但是也要付出一点点代价 你比如说要申请啊什么 或者说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你到公立医院条件不如私立医院 但是它最起码保障了一个穷人的基本生活权利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当然你在泰国生活 它的这些免费医疗也 贪不到你身上 因为你不是泰国人吧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肯定是这个跟我们没关系了 我只是觉得泰国的这个医疗制度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很久以前 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 去住院也是 他是中国人 但是他住院 他说他没有钱 赫莱医院不但派救护车 把他送到省医院 因为他是胃出血很严重 送到省医院 还特地跟省医院说他没有钱 然后省医院接账的时候 就跟他要了一钱 住院好几天啊 然后告诉他说 你还欠医院这么多这么多钱 多少钱我忘了 然后说你如果有钱的话 记得来还啊 为一个国家同情穷人啊 我觉得怎么样都是一个好事情 总比欺负穷人强 警察又开始捞外快了 大概专门查货车 泰国的警察一般查货车 查得比较厉害 小车查得比较少 因为货车容易出问题嘛 他可以拿到一点消费 哎 哪里都有好有坏 看大家自己怎么想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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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